牙龙四项的一个单位凌晨发生大火 有三人当场死亡 还有一人在送院途中丧命 另外还有六人受伤 据了解 死伤的都是外籍劳工 另外两名消防人员也受了轻伤 具体失火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民防部队授寻师表示 他们是在凌晨1点40分左右接到通报 民防部队的两辆消防车 两辆红犀牛 六辆救护车 以及两辆支援车辆 在五分钟内迅速赶到 他们发现失火单位的一个房间内 有三人昏迷 没有意识 救援人员立即为他们进行心肺复苏急救 可惜没能奏效 三名男子当场不治 房间内的另外七人 随后也被紧急送往 陈独生医院和中央医院 其中一人在途中丧命 大火在30分钟内被扑灭 不过有两名消防人员 在灭火时也受了轻伤 被送往陈独生医院 据了解失火单位内 居住的都是外籍劳工 外籍劳工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将和人力部 民防部队 和医院合作 为受伤的客工提供必要的帮助 他们也将尽力协助死者家属 责任务工提供的责任务工提供